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 这种裤子与今天的裤子仍有区别 它的前面连腰 而后面是开裆的 没错 就是开裆裤 先秦时期 社会风气天真奔放 比如 野和风俗曾公然盛行 而清爽的开裆裤 想必为鄙视青年男女的交往 增添了一些浪漫的气氛 而到了秦汉时期 开裆裤所传达出来的傲慢 甚至挑衅的含义 遗憾明确 最著名的例子 就是荆轲刺行失败后 就已坐在柱子边大笑 史记说他 积聚已骂 积聚就是张开两腿 像波及一样坐在地上 这种坐姿被当事人认为 最不雅观 主要就是因为这样容易春光诈泻 所以荆轲在与秦王完成了一场 男人之间的生死决斗后 自知 必死无疑 便插开两腿 敞开裤裆 向秦王表达了 最后的蔑视 为了遮掩开裆裤 古人合乎礼法的做法是 既就是一种常贵的坐姿 坐久了 是非常痛苦的 除了既坐 古人对付走光 就无其可施了吗 也不尽然 据记载 汉代出现了一种 有裆的短裤 西汉大文豪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私奔后 卓文君当炉卖酒 司马相如则穿着独鼻昆 与店小儿们一起打杂 当街洗碗刷盘子 以此羞辱他岳父 这个独鼻昆 被认为是一种 暴露低俗的贴身内衣 后来 誓说星云里 名是阮弦 也在光天花儿之下 晒他的独鼻昆 有点像权贵 树中指的意味 专家推断 这种内衣 跟今天日本相铺选手的 兜当部 还有几分相似 元代赵孟甫的御马图 也向我们展示了 古人的多种裤型和穿法 其中就有穿着短裤骑马 御马的 这种短裤 有可能就是出现于 汉代的独鼻昆 与此同时 开裤裤的生命力 也非常顽强 一座南宋墓葬出土的 七条裤子里 就有核当裤 也有开裤裤 专家推测 开裤裤的穿法 是套在核当裤的外面 这可能是 秋冬季节的 保暖裤 一直到19世纪的 这幅外销画中 这位卖艺人 还穿着开裤裤 这种裤型 在中国长胜不衰 展现了中国人 挥之不去的 开裤裤情节 当然 由于穿开裤裤时 战斗力比较弱 实际上在 赵武林王 胡扶骑射之后 北方民族 上衣下裤的打扮 渐渐在中原发展开 魏晋南北朝后 建成主流 当时称为裤席 不过 在很多将开裤裤 视为华夏正统的 士大夫们看来 裤子太过野蛮 这或许 也是哪怕时间很晚近 但依然能看到 开裤裤的原因吧 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微博东历史 感谢关注 并转发我们的 原创视频 明视频APP等你下载